《决胜时刻》系列是一款具有竞争性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策略和战术是胜利的关键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《决胜时刻》系列比赛策略和战术 一团队合作《决胜时刻》系列中 团队合作是取胜的重要因素 团队成员需要相互协作 取有效的战术和策略 共同完成任务和击败对手 通过声音和文字聊天 可以提高团队合作的效果 二 攻守平衡 在《决胜时刻》系列中 攻守平衡是很重要的 一个团队需要同时取攻击和防守策略 并且根据场地、对手和任务等情况 做出适当的调整 例如 在攻击模式中 一部分团队成员可以进行进攻 另一部分则可以进行防守 三 适当的武器选择 在《决胜时刻》系列中 武器选择非常重要 玩家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 并且根据场地 对手和任务等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 例如 在近距离战斗中 手枪和近战武器可能更加有效 而在远距离打击的模式中 狙击枪和步枪可能更加有效 四 角色和装备选择 在《决胜时刻》系列中 玩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角色和装备 并且根据场地、对手和任务等情况 做出适当的调整 不同的角色和装备有不同的属性和能力 可以影响玩家的战术和策略 五 快速反应和精确瞄准 在《决胜时刻》系列中 快速反应和精确瞄准是非常重要的 玩家需要能够快速反应对手的动作和位置 并且能够精确瞄准对手 以取得更高的命中率和伤害值 总的来说 《决胜时刻》系列比赛 需要玩家们具备高度的反应速度 精确瞄准技巧和团队合作精神 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此外 还可以根据比赛模式的不同 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 以竞争场模式 在竞争场模式中 玩家需要通过击败对手来获得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 玩家需要快速反应对手的位置和动作 并且能够精确瞄准 以取得更高的命中率和伤害值 二 掌棋者模式 在掌棋者模式中 玩家需要控制地图上的指定区域 并且保持掌控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团队合作和攻守平衡非常重要 玩家需要找到最佳的控制点和防御位置 并且能够保持对地图的控制 三 炸弹模式 在炸弹模式中 玩家需要执行炸弹任务 例如放置或拆除炸弹 在这种情况下 玩家需要适当地选择武器和装备 并且需要与团队成员密切协作 以成功完成任务 总的来说 决胜时刻系列比赛的策略和战术 需要不断地学习和调整 玩家需要熟悉不同的比赛模式 掌握适当的武器和装备 并且能够在快节奏的比赛中 做出明智的决策 通过不断练习和提高 玩家可以成为优秀的决胜时刻系列玩家